借款1000元,到手590元,3月后还款54000元,这是最近河南一位大学生遭遇套路贷的亲身经历 2月2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套路贷相关情况,并介绍套路贷里的常见手段 据警方介绍,套路贷一般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骗取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虚增债务、 伪造资金流水等虚假证据,恶意制造违约,迫使受害人继续借贷屏障,不断累高债务 最后通过暴力或软暴力手段催讨债务,达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财务的目的 日前,河南一大学生通过广告接触到贷款平台,原本约好借款1000元,一周后还 结果实际到手仅有590块,还款时间也变成了5天 贷款到期后,应学生李某某无钱偿还 犯了嫌疑人又向学生李某某介绍第二个贷款平台 李某某再次向第二个贷款平台贷款用于归还前期的债务 就这样循环下去,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大学生李某某所欠下的贷款已经达到了5.4万元 借钱1000元,三月后还款变成了54000元,这仅是众多套路贷的一个缩影 除了金钱方面的损失,套路贷的受害人往往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对无力还款的受害人犯罪团伙 采取向受害人及其家人、亲友、老师、同学 发放罗照、灵堂照和一些侮辱性的图片、短信等软暴力手段 进行骚扰、威胁,对受害人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 迫使其归还贷款 后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该套路贷犯罪团伙 主要侵害对象为在校大学生,受害人达1.8万余人 在打掉该犯罪团伙后,当地公安机关共抓获129名涉案人员 套路贷危害大,欺骗性强 那么它与正常的民间借贷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第一,是出借的目的不同 民间借贷呢,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 而套路贷呢,是以借款为幌子 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累高债务 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 第二呢,是手段方法不同 套路贷则存在诱骗受害人签订虚假合同 制造银行流水 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 等多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 第三呢,是法律后果不同 套路贷本质上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其签订的虚假借款合同 以及恶意累高的债务 一律不受法律保护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群众要树立正确消费官 量入为出 在借贷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机构 如果遭遇套路贷,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报案 据悉,截至目前 公安机关共打掉套路贷团伙1664个 共破获、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案件 21624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6349名 查获涉案资产35.3亿余元 1193-416-2193-6266-3201-6363181-6373193-7373197201-6373193194-637628-6357201-6273194-6372193195-638-8262195-730194-6372193195-6381195-6377-8262194-483193195-6483194-295-7369-1002195-8263194-8263195-9383194-9221195-6381194194-438193195-9705-9194-6354193196.7195-4196212194-9195-7195-9195195-8283196